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要理解股票是啥呢 先看股票 股票的含义 股票的类型 好 股票的含义呢 了解就行了 股票跟债券不一样 我们有债券我们就有这个权利 没有债券就没有这个权利 股票呢它只是证明的 有股票就证明我们有权利 没股票呢 在那个股东名字上有的话呢 也可以证明 是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它只是一个什么呢 它只是一种证明 股东所持有的一个凭证 它是一种什么呢 有价证券 好 我拿着公司的股票 我就是公司的股东 我就是所有者之一 所以它呢 跟这个债券它不一样 所以股票用还吗 这个一般来讲是不用还的 因为你拿着股票 公司就有你一部分吧 对吧 无所谓还不还 所以记住啊 股票它是一种什么呢 所有权凭证 债券呢 是一种债权债务凭证 要还本付息的 这个不是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拿着股票 我就是股东 我就有权利 当然也有义务 有什么权利呢 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啊 股东对股份公司净资产的所有权 股东能干什么啊 首先是享有资产的收益 公司挣了钱 你得分我 给我分红 另外重大决策 比如公司啊 我们准备着倒闭 是吧 我们准备着解散 是吧 得需要谁呢 得需要股东 股东大会来做这个事情 公司想改公司章程 公司想发行股票 这都需要谁来投票呢 哎 这个股东大会 或者叫股东会 另外啊 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两颗星 两颗星多选题 请问股东 他的权利有哪些个呀 哎 这几个啊 资产收益 重大决策 选择管理者 哪些个重大决策呢 比如说公司修改公司章程 啊 公司呢 准备新发行股票 哎 这都属于什么呀 哎 重大决策 啊 好 我们来看一道单选题 一家工商企业 你在金融市场上筹集长期资金 请问 他可以选择哪个市场 股票 同业拆借 商业票据 啊 回购 关键词在哪呢 长期 啊 长期 哪个是长期呀 肯定是资本市场的 啊 有谁呢 那除了股票债券还有基金呗 哎 那只能选哪个选A股票市场 同业拆借 商业票据 回购协议 这都是货币上的工具 啊 所以这题选哪个呢 选A 股票市场 好 我们来看一下股票的种类 三颗星 啊 这一定是重中之重的内容 尤其是考哪个呢 普通股和优先股啊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考试概率是最高的 一定要理解 普通股和优先股 他们啊 各自的这个股东的权利 或者是他们各自的特点 这块呢 我想咱们要学会怎么去蒙 就是忘了以后怎么去蒙啊 东西比较多 啊 两大块吧 咱们 一起来蒙一下啊 看看咱们怎么蒙 一般来讲呢 普通股和优先股 是按照什么来划分的呢 是按照股东的权利的不同 啊 股东权利的不同 那哪不同呢 我们先顾名思义 你看啊 普通股就是很普通的 优先股呢 是有优先的 那咱们就从优先俩字开始说起 那么优先股呢 它有优先的权利 那咱就好记了啊 哪个权利优先呢 记住了 两块优先 一块 是公司赚了钱的时候 那么谁优先分红啊 优先股 优先股先分红 它分完了以后 才轮到普通股 优先股不分 普通股 等着吧 啊 你也分不了 所以第一个优先 咱们应该记住了啊 公司赚了钱了 优先股 先分 分什么 分红 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 公司要是快倒闭了呢 破产清算的时候呢 对那个剩余资产的求偿权上 谁先分呢 是这个优先股 啊 所以优先股是两个优先 那当然你得看跟谁比啊 我们讲的优先股的优先 是相对于普通股而言 你要注意啊 债券 是吧 跟优先股比 哪个优先呢 债券优先 啊 这个呢 要给他搞清楚了啊 是优先股 相对于普通股来讲的两个优先 记住啊 优先分红 赚了钱 啊 公司破产清算 优先求偿 好 那么既然优先股有两个优先 对吧 往往咱们说嘛 权利义务都是相对应的嘛 是吧 你有好的地方 肯定有什么呢 哎 弊端的地方 所以优先股呢 虽然有两个优先 但是啊 他只是优先 他没有另外一种权利 什么权利呢 你比如说公司赚钱赚的特别的多 特别的猛 啊 原来优先股说好了啊 比如说每年咱们的股息是2% 哎 那么现在呢 公司挣了好多钱 那么能不能多分给优先股点了 不能 为什么呀 因为你只有优先的权利 而谁可以多分呢 哎 普通股的股东 啊 公司赚的多 普通股的股东就可以多分 优先股的股东 一般就是一个固定的收益 固定的分红 另外公司不赚钱呢 那就不分了啊 那么以后 还给不给不给补啊 这得看啊 看看你是累积的还是非累积的 如果是累积的话呢 哎 第二年赚的多了以后再给你补上 啊 如果是非累积的话呢 啊 第一年没赚钱 没分 对不起 第二年呢 不补了啊 累积非累积 这个呢 了解就行啊 好 那么另外呢 优先股呢 还有一个不如普通股的地方 他没有投票权啊 公司重大决策 优先股 你就看着就完了 是吧 没有这个啊 投票权 好 这样的话呢 优先股的特征 咱们就记住了啊 两个优先 两个呢 哎 不太好的地方 哪两个不太好啊 一个就是 他的股息是固定的 是吧 不能获得额外的这个好处 公司挣了钱以后 另外呢 哎 他没有投票权 好 咱们看一下 先看一下 优先股 优先股 哪优先呢 哎 某些优先的权 优先分配盈利啊 还有呢 优先分配剩余财产 好 咱们来具体看一下啊 首先咱们看啊 呃 优先股 两个优先啊 好 咱们看啊 他的两个不太好的地方 首先他说了 优先股的股东呢 是可以这个 向有公司的分红的权利 但是啊 没有投票权 没有投票权 那么另外 另外 只有在公司啊 有收益是才能得到补偿 公司如果没有钱呢 哎 那可能就暂缓了啊 到底以后给不给呢 这就看啊 你是累计的还是非累计的 好 那么再有呢 优先股呢 他的股东是不参与 超过原定 连红利之外的利润分配 哎 这个有点绕啊 咱们就这么就鼓励呢 是固定的就行了 啊 鼓励固定的就行了 啊 好 记住了 一共是四条 咱们咱们备了四条啊 两个优先 两个优先 啊 另外呢 两个不太好的地方 那么普通股的股东呢 反过来不就行了吗 对吧 怎么反过来呀 就是普通股的股东呢 他是有这个 干什么呀 分红的权利 对吧 哎 他是有分红的权利 是吧 而且他的这个鼓励呢 是随公司盈利的高低而变化的 这是一个啊 另外 还有什么权利啊 投票权 哎 有权参与投票 决定什么 公司重大事务 多项选择题 哪些事务 哎 参与董事的董事会的选举 批准发行新股 啊 修改公司章程 还有什么办呢 采纳新的公司章程 啊 这个在法律里边呢 还会有 在这儿呢 咱们先知道 考什么呢 多选题要注意啊 考细了 考小多选 啊 这就是什么呀 重大实想 还有个什么来着呀 哎 怎么说了吗 优先股 他有两个优先呢 哪两个优先呢 一个是优先分红 一个是优先求偿 那么普通股怎么办呢 他在公司的盈利和剩余 财产的分配顺序上 是在哪呢 哎 在这个债权人和优先股股通之后 所以他的这个风险呢 也相应较高 为什么呢 到他这儿基本上 就分不着了呀 如果到他这儿还有的话 那公司还用破产吗 还用倒闭吗 对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记住了啊 哎 先记谁呢 优先股的四个特征 是吧 翻过来呢 咱们再记谁呢 哎 普通股的情况啊 普通股来讲啊 是最常见的一种股票啊 是最常见的一种股票啊 有这个谁呢 股东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股东有哪些基本权利啊 哎 咱们不是上了 哎 资产收益啊 重大决策 选择管理者 当然具体而言 有哪些个呢 就这些个啊 董事会啊 批准发行新股啊 公司章程的修改 还要采纳新的公司章程 这些个情况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条 书上没写 但是呢 我们应该知道啊 记住了吧 普通股的股东呢 有一个优先认股权 也叫配股权 这个呢 作为常识 我们是需要知道的啊 普通股的股东 还有一个叫优先认股权 什么叫优先认股权呢 解释一下 比如说呢 我呢 占有公司10%的股份 公司呢 一共是1亿股 啊 那我是一个大股东啊 很有可能我是董事 弄不好的话 啊 我还跟董事长就 离着不远了 啊 现在呢 公司准备发行新股 什么意思呢 就是再发行一个亿 就是有一个亿了 我再来提一个亿 那如果这个时候 我无动于衷的话呢 很显然 我的投票权会被歇释 为什么 一个亿股的时候 我占10% 对吧 也就是一千万股 现在呢 公司变成两亿了 我还是一千万股 那我可能就变成 5%的投票权了 是吧 原来是董事 现在呢 不懂事了 对吧 那不行啊 我们得一直懂事才行的呀 那怎么办呢 哎 他就可以怎么办呢 优先认购一部分 你比如说 我可以优先认购啊 一千万股 这样的话呢 哎 我就仍然占到10%的这么一个比例 这叫什么呢 优先认股权 也叫配股权 是公司发行新股的时候 普通股股东 所具备的一种权利 当然 你说我就不买 也行 啊 也可以把这个权利卖出去啊 叫优先认股权 谁有呢 普通股的股东有 这样的话呢 咱们就比较的呃 这个完美一点了啊 好 一定要理解啊 优先股跟普通股 它的呃 股东权利的情况 好 咱们看第二种 后边这个呢 了解就行了啊 在股票的分类里面 最最重要的啊 必须要拿下的 普通股和优先股的区别 啊 好 咱们看第二个 根据记名与否 股票分成什么呀 这蒙也会蒙啊 那就是记名的跟不记名的 什么叫记名的呀 呃 股东名册上啊 写上这个持有人的名字呗 还有什么呀 姓名名称啊 住址 哎 股票上呢 哎 也写上啊 那什么叫不记名呢 记住了啊 就是在股票的票面上不行 啊 在股份公司什么呢 名册上呢 也不行 这个要注意一下啊 另外 是否在股票上标明金额 这个蒙也会蒙啊 那就是什么呀 哎 有面额的股票 还有什么呢 还有无面额的股票 什么有面额的股票 就股票上写着一定的金额 啊 什么叫无面额呀 就票面上呢 不记载这个金额 在我们国家 要注意啊 股票 它的发行价格呢 可以等于面额 也可以高于面额 但是不能低于面额 这是我国的一个规定啊 股票 只能是平价或溢价 不能折价发行 好 咱们来看一下 2019年的多选题 在股份公司中啊 普通股股东 依法相有的权利 包括哪些个 普通股股东 咱们说过啊 两个不如优先股的 哪两个呀 在这个公司赚了钱 是吧 分配红利的时候 还有呢 公司破产清算的时候 啊 这个胜利财产求偿的时候 这个普通股呢 在后头 不过普通股呢 也有两个好的地方 啊 一个是怎么办呢 有投票权 是吧 另外一个怎么办呢 他的这个股利呢 呃 不是固定的啊 他会随着公司的盈利呢 而变化 呃 其实还有一点啊 普通股的股东呢 有一个优先任务权 诶 获取资产收益 这对呀 普通股的股东 享有股东的 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 作为股东来讲 是可以获取资产收益的 参与董事会的选举 有 直接支配公司财产 这个不对的啊 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 啊 参与修改公司章程 可以的 参与批准发行新股 也是可以的 啊 ABDE 这个题可以说考的 非常的细致啊 就是考的普通股 哎 他的一些股东的特殊权利 是吧 或者投票权 还有谁呢 还有 还有股票的 一个一般的权利 好 咱们来看一道多选题 项链有关优先股 和优先股股东的说法 正确的有 哎 优先股股东 享有公司的红利 啊 但是通常没有投票权 对吗 哎 这个是对的 啊 优先股的股利呢 完全随公司盈利的高定而变化 怎么说 不对 优先股的股利 它是固定的 是吧 谁是变化呀 普通股啊 他那个股利 哎 是随公司盈利的高定而变化的 优先股股东 只有在公司 有收益时才能得到补偿 这个是对的 是吧 没有收益 那就 暂缓 或者以后再说了 通常优先股股东不参与 超过原定 连红利之外的利润分配 哎 这个是对的 啊 优先股股东 在公司盈利 和剩余财产的分配顺序上 立在公司债权人 和普通股股东之后 对还是错 这个不对 为什么呀 优先股 优先股 啊 在哪了 哎 他在普通股的股东之前 但是呢 他只要是股票 他在债权人之后啊 是在债权人之后 在普通股的股东之前 好 所以这个选哪个呢 ACD 啊 ACD 好 咱们看一下股票市场的含义 大概了解就行了 股票市场是干什么的呀 哎 就倒腾股票的 怎么倒腾啊 哎 一个是发行 一个是流通 又是这个啊 怎么发行啊 一级 怎么流通啊 二级 也叫初级和次级 啊 一级是干什么的呀 一级是发行的啊 发行新股票 债券那个呢 就是发行新债券 啊 二级是流通的 也是次级的 这是干什么的呀 哎 对以发行股票进行买卖 债券那个呢 哎 对以发行债券进行买卖 啊 一个意思吧 哎 发行这个呢 哎 是基础 流通这个呢 哎 是保障 啊 好 这这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呢 了解就行了 是吧 前面咱们都已经 掌握得非常熟练了 啊 好 好 咱们看第三个内容啊 证券投资基金市场 啊 呃 优先股跟普通股怎么说呢 就是公司 他首先要给 优先股的股东分红 啊 然后再给 普通股的股东分红 如果优先股的股东 没有分红的话 普通股的股东 是不能够分红的 哎 是这么个意思啊 好 咱们看第三个内容啊 证券投资基金市场 一般简称基金 啊 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呢 概念 特征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分类 最重要的 最喜欢考的是分类 其次呢 是特征 概念呢 我们大概了解 啊 基金是干什么的呢 哎 叫利益共享啊 风险共担的一种 集合投资方式 那么基金里边呢 有这么三方当事人吧 常见的啊 有这个基金管理人 啊 有基金管理人 这儿呢 基金管理人 还有谁呢 哎 基金托管人 还有谁呢 还有基金份额的持有人 或者叫投资者 啊 基金份额的持有人 就投资 比如说我啊 我买了一个这个基金啊 什么基金呢 哎 比如说这个叫做 呃 公银啊 有一个工商银行的啊 一个优享的 哎 那我就属于投资人 或者说我属于什么呢 哎 基金份额的持有人 持有人 好 那么归谁来管呢 这个基金呢 是 是基金的管理人啊 来管理 啊 那么这个钱 谁来负责管人呢 哎 是这个基金托管人 啊 说白了吗 就这个基金管理人呢 他呢 设计了这么一款基金 那这里边呢 比如说是混合型的基金 比如说混合型的基金啊 里边有什么呢 哎 有股票 啊 有股票 哎 有债券 啊 啊 还有其他的东西啊 混合型的吗 哎 还有别的基金啊 还有货币上的工具的一些 哎 好 这是一个混合型的基金 比如说呢 规模的是100亿 好 那么这是谁 开始组织呢 哎 基金的管理人 一般就那基金公司 那基金管理人 是吧 他搞了这么一个产品 干什么呀 然后就募集 哎 募集 啊 通过这种正确公司 是吧 哎 来募集 啊 我呢 作为投资者 哎 然后呢 我就去挣购 啊 多少钱一份呢 一般来讲是一块钱一份 啊 一块钱一份 他是按份走的啊 比如说我买了一万块钱 他会收这个托管费 还有这个佣金 有时候他不收 就看情况 有的那个风险低的 他不收 像我爱人买了一个 就没收 哎 我那个呢 就收了啊 我那个的成本价是1.012 1.012 这样的话 你买一万块钱的这个基金呢 可能拿到多少呢 是9,888啊 这样的一个份额 好 然后呢 这个钱归谁管的呢 哎 是归这个托管人啊 托管人 托管人是谁呢 在我们国家 一般来讲 谁能托管呢 哎 有托管资格的商银行 就把这钱呢 他就放在商银行了 啊 商银行呢 拿着咱们这些个钱 啊 谁去运作呢 就这个基金的管理人 或者基金公司吧 他去运作 投股票啊 投债券呢 哎 专业的啊 这个团队啊 当然有一个主力的选手啊 专业团队啊 他去做这个事情 赚了钱怎么办呢 那就分红 现在一般都是净值嘛 还净值啊 哎 之前比如说我买的时候 是一块一份 现在变成一块一块一了 那咱就赚了 对吧 赚了 变成一块三了 就赚了嘛 哎 用这个乘以那个份额就行了 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利益贡献 哎呀 赔了呢 啊 赔了 那那那那就风险共担呗 大伙一块赔呗 是吧 哎 说白了吧 我们每个人呢 去投股票 投债券 毕竟钱少 我一万块钱 不是 我买了一万块钱呢 啊 那你说你这一万元 能买什么股票吧 买不了多少 对吧 哎 也很难分散 我们通过买基金呢 哎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分散这个风险了 啊 呃 很多时候我们去买哪只基金呢 更多的时候恐怕要看啊 这个基金管理者 是吧 他的情况了 因为基金挣不挣钱 看谁呀 就看这个基金管理人 哎 所以基本上呢 呃 我们一些同学啊 在证券公司里面问他们啊 哪个基金的管理人 你比较熟啊 对吧 哎 哪个经常挣钱呢 哎 咱们就买他的就行了 啊 好 这就是基金 就干这个的 好 好 那么这就是基金 基金干什么的呀 咱们说了吗 就是有基金的啊 管理人进行这个管理运作啊 托管人进行托管 哎 然后呢 哎 是利益共享啊 风险共担的这么一种即可投资方式 总的来讲吧 本质上来讲啊 就是把股票 债券 还有其他证券投资的一种机构化 是吧 专业投资啊 好 咱们看一下基金 它的一个类型 三颗星啊 这是重中之重的内容 考试概率非常的高 而且考的会非常的细 啊 在这儿呢 咱们必须要知道什么呢 啊 给我们一个分类标准 我们要知道它分成哪些类别 给上一句话 我们要能够判定出来 它属于哪一个具体的类型 啊 这里边呢 呃 考试概率啊 呃 非常的重要啊 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特别注意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 从基金的什么呢 运作方式来看 运作方式啊 根据份额规模的不同 这块呢 是三颗星的啊 三颗星的 考的比这个还要细 具体内容呢 我们在第五章 在详述 第五章还会详述 在这儿 咱们现在大家可以知道 有开放式基金 有封闭式基金 啊 什么叫开放式 什么叫封闭式呢 就过去早些年间呢 这个封闭式的比较多 就是有一个什么呢 期限 比如说三年期 哎 有封闭式的吗 开放式的话呢 那就没有个到期日了 是吧 反正咱们就买了卖 卖了买呗 封闭式基金 什么状态呢 基金的规模呢 在发行前啊 已经确定了啊 发行完毕后呢 那在这个期间内呢 那就就就这么多了啊 就这么多了 你想买吗 对不起 不卖给你了 你想卖吧 对不起 哈 我也不能够这个怎么办呢 哎 这个输回啊 所以整个来讲呢 它的基金规模是固定不变的 啊 而且呢 也不能够随时的申购和赎回 申购就是我们去买基金 赎回呢 就咱们把基金呢 卖给那个基金管理者 而开放式基金呢 哎 是目前比较流行的 啊 呃 怎么流行呢 首先 它的基金规模不固定 我们觉得它赚钱 我们就可以买啊 我们觉得不赚钱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赎回 当然 有些时候呢 会有封闭期 啊 我买了一个万家价值呢 它的封闭期就是一年 啊 一年之内不许卖 所以赚了钱也白赚 得看一年之后 有的又是仨月 有的是半年 有的是个开放式基金啊 有的也是有一个封闭期的 就这段时间内不许买卖 好 但总的来讲呢 呃 它是可以根据这个协议啊 呃 申购或者是赎回的啊 两个方面啊 一个是份额固定不固定 一个呢 哎 是它的这个能不能啊 随时申购和赎回 考试问我们呢 呃 比如说能够随时申购赎回的啊 份额呢 呃 这个总额是不固定的叫什么呢 哎 叫开放式的啊 封闭式这个呢 哎 它是这个基金规模呢 是固定的 那是不能够随时申购和赎回的 但是呢 这个封闭式基金呢 你可以去二级市场上 去那个证券交易所里边的买卖 哎 所以这个价格呢 哎 受这个供求关系的影响啊 它跟这个开放式的呢 还不大一样 好 咱们看第二种分类呢 是根据什么呢 哎 组织形态的不同 啊 在第五章里边呢 是根据法律形式的不同 要注意这两种说法啊 哎 在第一章里边 它叫做组织形态不同 在第五章里边 叫法律形式不同 啊 分成什么呢 有这个公司型的基金 还有什么呢 还有契约型的基金 啊 什么叫公司型的呀 哎 公司型的 顾名思义 他是一个法人 啊 契约型的这个呢 他不是法人 啊 那么公司型的是根据什么成立的呢 哎 是依据的是公司章程设立 啊 投资人就相当于公司的股东 哎 他们的权利呢比较多 而契约型基金呢 他所依据的谁呢 是基金合同啊 不管是设立也好 还是这个营运也好啊 都是根据基金合同 所以他呢 他不是法人 所以投资人呢 跟这个公司型基金来比呢 他的权利呢 就要小一些啊 所以咱们这讲吧 公司型的基金 他是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的啊 所以呢 投资者呢 他是公司的这个股东 那好 这样一比的话呢 咱们就知道了啊 考试怎么问呢 所以请问公司型基金 他是依据什么而成立的呀 啊 依据什么成立的呀 公司章程啊 缺行基金 依据什么成立的呀 基金合同 记住这个啊 这个是公司章程 这个是基金合同 哪个是法人呢 公司型的是法人 好 这就可以了 三颗星啊 三颗星 考试概率呢 也是蛮高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内容啊 根据投资对象的不同 这个比较简单啊 投什么 就什么基金呗 投股票 股票基金 投债券 啊 债券基金 我投货币上的工具 啊 什么商业票 基金啊 是吧 大个科技存单的国库券 就货币上基金 我投别的基金啊 叫基金中的基金 啊 我我我什么都投点 叫混合基金 啊 教材上呢 也就这么一个说法吧 实际上呢 准确来讲 什么叫股票基金呢 就是 啊 投资股票呢 占到80%以上吧 哎 债券呢 也是啊 债券80%以上 啊 什么叫货币上基金呢 就仅投资于货币上的工具的 叫货币上基金 基金的基金呢 也是投资基金的 这80%以上 混合基金呢 就是什么东西红啊 但是呢 又达不到每一个的标准 啊 多项选择题啊 要注意 这是按照什么不同呢 投资对象的不同 股票 股票 债券 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中的基金 还有混合基金 啊 目前我买的基金 基本上都是这种 混合基金 相对来讲呢 它比较灵活一些吧 啊 股票基金呢 风险要大一些 是吧 债券基金呢 还有货币上基金呢 相对来讲 收益呢 可能要差一些 对吧 这个混合基金呢 呃 可能这个 呃 兼顾吧 好 咱们看第四类呢 是根据投资理念的不同 啊 投资理念 啊 什么理念呢 我要使劲赚钱 啊 这就有点怎么办呢 积极了 这叫什么呢 叫主动型基金 啊 力图超过业绩 比较基准的基金 对吧 呃 这属于这种 那投资理念啊 呃 要多赚钱的这种啊 属于这种冒险型的 还有什么呢 呃 叫做被动型基金 我不追求啊 这么好的业绩 我只需要怎么办呢 呃 跟上就行了啊 所以他是怎么办呢 呃 不主动寻求啊 超越上的表现 稳扎稳打吧 我跟得上啊 这个一般的情况就行 怎么办呢 哎 找一个指数做跟踪 啊 然后呢 呃 然后呢 通过啊 他说这个复制指数 跟踪市场的表现就行了 叫什么呢 叫指数型基金 这个呢 大概了解就行了啊 好 第五类呢 是根据什么呢 呃 基金的这个资金来源 还有用途来分 钱从哪来的呀 全从国内来的 用在哪呢 用在国内 那就是在安的 在安嘛 都在国内啊 投资人也好 基金管理人也好 基金托管人也好 包括前当人都在国内 啊 什么叫离岸基金呢 我们看一下啊 呃 一国发行基金 说投资人是一国的 啊 那么剩下那个呢 呃 募集的资金用于哪呢 呃 其他国家 叫离岸基金啊 好 这个呢 了解就行了啊 也不难 好 第六点是什么呢 是根据募集方式 这些不就有嘛 是吧 按照募集方式 不同分成什么来的 一个是这个公募的 一个是私募的 公募怎么办呢 公开发的啊 私募呢 非公开发的啊 好 这个呢 了解就行了啊 呃 第七个点呢 是三颗星 这块容易考什么呢 考多选题 啊 三颗星 这是根据什么来的呢 资产配置比例的不同 啊 一般来讲呢 这属于混合基金里边的一种分法 啊 那么 怎么个配置比例不同呢 你比如说啊 我股票可以多一点 叫什么呢 哎 叫偏股型基金 比如说 股票的配置比例是多少呢 哎 50到70 啊 债券呢 哎 20到40 那什么叫偏债型基金呢 就是债券呢 哎 他的这个比例多一些 啊 还有什么呢 爱股债平衡型的 还有什么呀 爱灵活配置型的 啊 这个内容呢 我们在第五章还会详述 要特别注意 啊 要特别注意 这是按什么分的呢 是资产配置比例 他容易跟谁闹混了呢 投资对象 这两个一定要给他弄清楚啊 按投资对象是什么来着呀 是股票 是债券 是货币上基金 是金融的基金 是混合基金 是吧 哎 那是按照投资对象 那么实际上 混合基金 哎 根据资产配置比的不同呢 又分成了这四种 要注意啊 这两种啊 这个分类方式的不同 好 咱们来看一下2020年的单选 要真好 从基金的资金来源和用途看 啊 在本国募集资金 并投资于本国证券厂的基金 叫什么基金呢 都是本国 那是哪的呀 主动离岸被动 那就是 在岸基金呗 是吧 这个题 难不倒我们啊 好 我们看一般年的考题 投资者可以随时申购 和输回的基金 叫什么基金 啊 份额它不固定 对吧 能随时申购输回的 封闭开放契约公司 这是什么呀 开放式基金 啊 选币 所以这里边呢 都是一些比较细节的小点 啊 理解了 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好 咱们看 多选题 你看 几乎每年都有考题呀 几乎每年都有考题 这块 多选啊 根据资产配置比例的不同 基金可以分成什么呀 呃 配置比例的不同 有这个偏股的 啊 有这个偏债的 有这个股债平衡的 有这个灵活配置的 私募公募 这是按照什么呀 募集的方式不同 啊 A A B B D 好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多选啊 呃 下列对基金啊 它的分类正确的有 A 从基金的运作方式来讲 有公募和私募 这肯定不对呀 是吧 运作方式不行 公募私募是按照什么分类呀 募集的这个方式 啊 根据组织形态的不同 啊 有这个公司跟这个契约 这对啊 在第五章的属于什么呢 法律形势的不同 根据投资理念的不同呢 有这个主动的 有被动的 这是对的 啊 根据基金的资金来源和用途不同呢 有在案的和离案的也对 根据投资对象的不同呢 偏股啊 偏债啊 呃 这个不对 按对象不同 有股票 是吧 股票基金 债券基金 对吧 货币上基金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金融的基金 还有这个呃 叫叫什么呢 混合基金啊 呃 不是 这是根据资产配置的一个比例吧 所以这个BCD是正确的说法啊 这个题呢 综合性很强啊 也代表着今后的一种考试的方向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内容呢 是证券投资金的特征 三颗星啊 这个呢 说考就考一下啊 呃 这个比较好理解 前边咱们知道了什么叫基金 这个就好理解了啊 咱们说过基金是干什么的 来着呀 是怎么说叫利益共享啊 风险共担的一种 集合投资方式啊 所以首先 哎 叫集合理财啊 专业管理 这么一个机会玩了 哎 哎 那个基金管理人啊 筹集了100个亿的资金 是吧 这100个亿资金呢 都是投资人的 哎 可能有好多的人 有偷一万的 有偷两千的 是吧 有偷一百万的 哎 把众多小的 这个资金 干什么呀 哎 给他 哎 变成 汇聚成大的资金 呃 实现这种规模效益 啊 而且是专业管理 谁管理呀 基金管理人 是吧 里边有专业的啊 干了十几年 二十几年的 这个专家 还有团队 好 第二个是什么呢 哎 叫组合投资 分散风险 怎么组合投资 那钱 哎 是 哎 集合过来的 但投资呢 哎 投点股票 股票可能投了一百多种 是吧 投债券 是吧 哎 投货币上 这属于什么呀 这属于组合投资 吗 能够分散风险 我们要特别注意啊 通过这种投资组合 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边 我们所分散的风险 叫什么风险呢 哎 是非系统性风险 要注意啊 系统性风险 是不能通过这种 分散投资 啊 给他分散出去的 好 第三个叫什么呢 哎 叫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 咱们说了吗 赚了钱 啊 按份额 知道咱们开始分红 哎 风险共担 什么意思 赔了钱 大伙呢 哎 一块赔 啊 还有呢 监管严格 啊 信息透明 好 这个呢 不断的得往外啊 透露 你像这种 混合基金啊 像每天 它都会有一个什么呀 基金的一个净值 根据它呢 我们好知道 我们赚了还是赔了 好 再有呢 叫独立托管啊 保证安全 我们说过吗 基金呢 有这个基金份额的持有人 会叫投资者 有基金管理人 还有谁 还有基金托管人 啊 谁是托管人来的呀 哎 在我们国家就是 具有什么呀 哎 这个托管资格的商银行 是吧 哎 他那来托管啊 独立托管吧 保证安全 如果钱在基金管理人那 他再去运作 很容易有些操作风险 这么着呢 咱们分开 是吧 哎 基金管理人呢 专门搞这个投资运作 钱在哪放着呀 哎 在这个基金托管人这放着 是吧 哎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啊 这就可以了 咱们这边了啊 咱们这边都不在哪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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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这边都不在哪儿